各位大家好 我是這邊好早安 我是飛機師鄭文貞 今天是9月9號星期一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祝福大家 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利 好 那在上禮拜五的台紙夜盤 大跌了756點 所以等一下台股開盤 再過半小時開盤 至少先開低個700到800點 差不多 加上追加的力道 有可能今天會再跌破千點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說開低個700到800 它會引來一些停損的賣壓 追空的賣壓 所以可能就會一路到1000點 但是不要急著殺低 今天開低下來 一樣也不要急著去殺低 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說其實說在上禮拜五的 美國跟台紙夜盤 它的賣壓是來自於比較偏向說 短線上的籌碼消化 跟短線上的不耐久盤 不是說真正看空 不是說看空美股 整個說看了壞美股即將要反轉 其實並不是 等一下你聽我講就會知道 所以我會把上禮拜五的賣壓 跟等一下過半小時的賣壓 視為是一個短線上不耐久盤 跟比較不耐煩 就是說它會比較偏向短線上籌碼的賣壓 所以還是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不用去殺低啦 就算要殺也不會是殺在今天 這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你要太弱留牆 你要去減碼都好 但就不要是殺在大跌的當天 就像上禮拜 上禮拜三 也是跳空下來 結果禮拜四禮拜五 至少就漲回了一半 就是說要換股也不要選在今天 等一下會再慢慢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幾個重點 今天的第一個重點當然就是說 短線上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這比較偏向是一個不耐久盤的賣壓 為什麼我會把它定調成不耐久盤的賣壓 等一下再來講 因為其實說這一連串的效應 主要是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公佈出來的 非農就業數據跟美國的失業率 導致說一連串的賣壓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上禮拜五的非農跟失業率 其實不差喔 這兩個數據其實都證明 美國經濟沒有衰退 而且是比上一月還要來得好 甚至可以說是 它是溫和緩步的向上復甦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張圖就會知道 那我覺得說這禮拜三 也會是一個比較關鍵的轉折 因為我這麼說 上禮拜五的失業率跟非農就業數據 其實並不差 代表說美國經濟是溫和的在成長 那如果說這禮拜的CPI 因為說現在市場最擔憂的就是 美國經濟會衰退 那如果這禮拜三的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還比預期的高 我覺得這不會是一件好事 可能會被市場解讀成 現在就是停滯性通膨 你的經濟在緩步的 你的經濟已經趨緩了 通膨還在上升 這會 這比較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市場解讀成停滯性通膨 那可能會 再有一波賣壓 所以我覺得說這禮拜三的CPI 還有禮拜四的PPI 會滿重要的 會就是說 它會是一個市場信心 能不能提高的一個關鍵 那我在上禮拜其實就跟大家講 就是說 反正上禮拜五的數據 它就是一個魔王數據 它可以決定說 台股到底會V型反轉 還是會可能說繼續的消化籌碼 所以在上禮拜四 我其實一直強調 我會做的方式很簡單 我會去減碼高位階 我會去留下低位階 因為說這不是一個看空的賣壓 這也不是什麼反轉的賣壓 所以低位階我會把它留下來 畢竟說跌幅有限 而且接下來強彈空間會很大 所以這一塊我會留 那一些位階比較高 說本益比比較高 或是說短線上技術面比較 長得比較多 乖離率比較大的 這些我覺得提前減碼 這個我們上禮拜都講過了 提前先去做減碼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其實我跟大家說 上禮拜五的非農就業數據 它是低於市場的預期 沒錯嘛 低於市場預期是不是 這個就業環境沒有想像中的好 但是你去看這張圖 這張圖有沒有 很明顯可以發現到 這是最新的圖表 八月份的非農就業數據 也就是禮拜五公佈的非農就業數據 它是遠比七月份還要來得好 你看 你看這兩個月 這樣子的線圖 你跟我說八月份是在衰退嗎 是不是 這樣子的線圖怎麼會是在衰退 大幅成長耶 非農業人口的就業率 大幅度的成長 那我們再來看失業率 你說失業率這樣子的走勢 它是在衰退嗎 是不是 七月份 這一根是八月份的 這一根是七月份的 它是下滑耶 失業率是在下滑 非農就業數據是在上漲 你說單看數據你可能無感 有沒有 你說單看非農數據 單看失業率 你可能覺得好像沒有到這麼好 但是你看這樣子的圖表 你就會知道 這怎麼會是衰退 這甚至可以說是 從股底溫和的緩步在墊高 沒有錯嘛 一個是往下跌 一個是往上漲 所以你看喔 其實說數據公佈的當下 不論說美國股市還是說台子的夜盤 它其實是有大漲的喔 它是有大漲過一段 來你看我們切到 五分K來看 五分K來看你就會非常明顯知道 八點半嘛 晚上八點半公佈的非農就業數據 跟公佈的失業率 那其實你去看 這一根 這一根就是八點半 公佈的當下 台子夜盤從低點到高點 是漲了271點 將近300點耶 你說如果說這個數據不好 怎麼可能會這樣漲 沒有錯嘛 所以其實說 我們單純去論這樣子的數據 這絕對是好的啦 很多人說這個 因為非農就業數據不好 所以才導致說市場的賣壓出現 我跟你講絕對不是 因為很好啊 持續上漲 失業率持續在下跌 那你說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這樣 往上漲之後 會這樣一路的往下殺 你看包含像是道琼也是一樣 道琼也是開高之後走低 我們看30分K就很明顯 開高之後一路的走低 NASDAQ也是開高之後 一路的向下走低 就是說 都是稍微反映一下 美國經濟數據的利 算是說利多 然後開高之後走低 其實我跟大家說 現在整個市場上最大的疑慮點 其實就在於說 大家現在是卡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就是說你去想喔 在上禮拜五的數據證明說 美國的經濟目前是在趨緩 不是在衰退 沒錯嘛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聯準會在9月19號 他可能不會大幅度的降息 他可能只會降1碼 不會降息到2碼 因為就業市場就不錯 就是溫和的在成長 既然說溫和在成長 9月份就可能只會降1碼 甚至說1碼半 不會到2碼 是吧 既然說9月份降1碼的機率比較高 現在市場又在擔心了 你現在的經濟雖然是沒有衰退 但是如果說因為現在經濟數據不錯 結果9月份降1碼 那這樣子會不會你9月份降的碼數太少 結果變成接下來的美國經濟 又開始再向下去做衰退 你知道這個邏輯嗎 就是說市場現在看到經濟數據不錯 反而是擔心說 你降息的碼數不夠 會不會導致說 沒辦法出現預防性降息 這樣子的狀況 先跌了再說 先跌了再說 那你看喔 假設說上禮拜五的經濟數據是不好的 如果說他證明了美國現在經濟真的是在衰退 那9月19號可能會降息兩碼 那這個時候市場又擔心了 你降息了兩碼 降息了2.5碼 降息幅度這麼大 是不是美國現在經濟真的非常的嚴重 已經嚴重到你一定要大幅度的降息 好像怪怪的 先賣了再說 等於是說現在市場就是卡在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 你知道嗎 美國降一碼也不對 降只要說聯儲會降一碼 市場就會擔心 你降一碼可能會沒辦法救美國經濟 你降了兩碼完蛋了 現在美國經濟真的很糟糕 怎麼做都不對 是吧 所以我跟你說這個就是現在市場的心態 現在市場會覺得降一碼也不對 降兩碼也不對 到底要怎麼做 目前市場其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調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其實上禮拜我之所以會這樣 很明顯 這就是一個 不耐久盤的賣壓 就是 降一碼也不是 到底要降兩碼比較好 還是降一碼比較好 到底是怎麼樣對股票市場是最好的 算了我先把股票賣一賣好了 煩死了 就是這樣子的心態 就是市場是不想等 市場不想等你有一個結果 或是說不想等出這個共識 就覺得在這邊盤整 在這邊震盪時間很久 我先賣了再說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其實說 上禮拜可以定調出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賣壓叫做 短線上不耐久盤的賣壓 並不是說抗換美國經濟 抗換美國的整個股市即將要轉空 其實不是 就是一個不耐久盤的賣壓 那我就說這樣的情況可能會 短線上會持續一段時間 可能真的要等到9月19號 正式降息降下去 看整個市場的反應 來去做應對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之前 可能說大幅度震盪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 解碼高位階留下低位階 為什麼要解碼高位階 很簡單 既然是不耐久盤的賣壓 那你去想 你等行情等到不耐煩了 你要賣股票你會先賣誰 當然是先賣漲多的 是吧 那為什麼要留低位階 因為現階段市場 也沒有看空 就是不耐煩而已 也沒有看空 也沒有走空 美國經濟也沒有衰退 純粹只是不耐煩 就代表說低位階的 他還是有他的補漲空間在 是吧 所以我覺得說最好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 所以 這部分大家要知道 就是說 你今天看什麼新聞媒體 大家一定會跟他講 上禮拜五的數據不好 美國才會暴跌 你去看這個走勢 你就會知道 哪裡不好 好到爆 美國經濟數據成長 非農成長 失業率下滑 所以你要去了解裡面的邏輯 那今天的一個關鍵架 我會去抓兩個位置 因為說就像我講的 我們在做期貨當充很簡單 只要有帶跳空的 只要有帶缺口的漲跌 只要有跳空 我們就不要往同方向去做 因為只要跳空 他就會把當天的空間去把它吃掉 所以今天我一樣會去抓一個支撐點 20500跟20250 這兩個比較重要的關卡架 如果說跌到500以下 250以下 我會去做多 今天我一樣會反向做 等一下等期貨開盤 再跟大家講一個比較詳細的 那我們看一下消息面的部分 消息面的部分 就台積電3奈米 第四季接單再衝一波 其實我跟大家說 第四季本來就是傳統忘記了 所以這樣子的消息裡面 這絕對是好的 這絕對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說 第四季接單再衝一波 這個機率是非常高 第一是說現在很多的先進製程 COAS都是公布應求 第二 iPhone16也即將推出 只要iPhone16賣得很好 蘋果一定還會再去做追單 只要蘋果去追單 台積電第四季又可以接到一筆新的訂單 那又加上 又包含像飛平陣營的 那飛平陣營的5G訂單誰吃 就是連發客吃 所以我覺得說整個消費性電子 或整個AI 在第四季不會到太差 那既然說 第四季這些AI相關的 伺服器相關的 跟一些3奈米相關的 全部都有機會再接一波新的訂單 剛剛好9月份不就是最好的買點嗎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的下跌 不用太過擔心 沒有什麼問題 拉回來 我們反而就是提前佈局 接下來到年底的空間 來那葉倫也有講今天的消息面 美國經濟有望軟著陸 其實我覺得說這個用詞就不對了 美國經濟現在就是在軟著陸 所以不用到有望 美國經濟現在就是軟著陸 因為以目前狀況來講 根本就沒有衰退 所以你說現在軟著陸 現在絕對沒有硬著陸 頂多就是趨緩而已 絕對沒有到硬著陸 所以我覺得說 美國現在 美國經濟現在走的就是一個軟著陸 結果就跟大家說 以大方向來講 不管怎麼樣 美國現在經濟不錯 那就沒問題 那就算美國現在經濟很爛 聯準會一定會大幅降息 降個2碼 甚至降個3碼 那只要過個2到3碼 這個滯後期過了 美國經濟自然就會再往上去做復甦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其實說不論結果怎麼樣 以大方向來講 美國經濟頂多是短線上的趨緩 大方向它還是會向上去做復甦 所以我才說股市不用擔心 這就是一個短線上的過渡期 那再來 蘋果跟華為手機雙網對決 我覺得說不論 不論蘋果好還是華為好 都可以證明一件事 消費性電子在下半年 在第四季 需求即將要回溫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分什麼 蘋果或華為 那就是說 整個消費性電子 在第四季都不錯 那Apple的話 當然主要就是大力光 玉金光 台積電紅海等等的 那說非平陣營 非平陣營最簡單的 就是聯發科 聯發科就是非平陣營的代表龍頭 所以這部分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簡單 那剛剛美股有看過了嘛 我們就簡單看現在的日經 現在的日經指數是開盤狀態 那目前是跌了將近是3% 跌幅滿重的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這就真的是比較偏像是一個 短線上不耐久盤的賣壓 不要隨便去殺低 沒有什麼好殺低的 要殺也不會殺在今天 那包含說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目前是開盤 那是下跌了1.3%左右 那其實以目前的整體狀況來看 韓國股市是強於資本股市 代表說今天整個亞洲市場 可能說科技股反而會相對比較強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 當整個市場比較混亂 整個市場比較出現這種 不耐久盤的賣壓 其實一些大型的科技巨擘 它反而會比較強 因為大家反而會把它當成是 一個大型的避風港 反正你AI一定會發展 我現在去買你 反而我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目前的韓國股市來看 跌幅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重 就跌個1.3%而已 所以預計今天的台股 開低走高的機率 還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等一下下半段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說 今天有什麼股票值得下去做低階 那有哪些個股值得下去做留意 我們先休息一下 時間是早上的8點49分 台子期或是下跌了 將近是600點 大概是590多點左右 我覺得比想像中的好了 原本會以為說市場非常的恐慌 直接追價追空追到了七八百點 目前看似只有跌了600點 我覺得這個幅度可以接受 上禮拜五的台子夜盤跌了756點 現在的期貨跌了600點 整體來講算是還不錯 所以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不耐久盤的賣壓 就是你要照這個邏輯 美國經濟有沒有摔對 根本就沒有摔對 頂多只能說趨緩 但是絕對沒有摔對 而且我們單看8月份的數據 它不是趨緩 它是溫和的在復甦 所以大家擔心的就只是說 到底就是怎麼做都不對 所以真的可能是要等到9月19號 才會比較明確 因為其實說這個邏輯是這樣 這樣兩碼市場會擔心 經濟衰退得太嚴重 這樣一碼大家會擔心 未來經濟會衰退得很嚴重 所以應該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說 聯準會這樣一碼 但是它的會後聲明要強調 我接下來馬數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這樣其實才是最好的 所以就短線上會比較正當一點 來我們直接看一下 所以目前的期貨盤 目前的期貨盤是下跌了621點 算是整體來講算是賣壓沒有到重的太誇張 就剛好符合在上禮拜五 美國股市的一個賣壓 目前收是收在了20700點左右 所以今天的關鍵價 我一樣會抓這兩個位置 20500跟20250 如果說有到20500以下跟20250以下 兩個最大量的支撐區 我都會去做多 在這以下我都會去做多 給大家去做參考 當然說如果說回到個股來講的話 其實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台積電 其實你去看 就是說很明顯台積電在上禮拜五 它是拉尾盤 既然是拉尾盤 其實對於法人來講 或是對於外資來講 它是有在壓寶 禮拜五的就業數據 因為其實說單純去看這種就業數據 其實不會有人預期到說 它會產生這麼大的賣壓 所以我覺得說以台積電來講 今天開地一樣可以買 就像我講的 最安全的股票 反而會變成大型的科技巨波 台積電就是起義 所以今天跌下來 有可能會跌破上禮拜三的低點 上禮拜最低點是888 今天跌下來 可能會跌破上禮拜三的低點 我覺得它一樣會是一個好的買點 包含像是鴻海也是一樣 以ODM廠來講 鴻海也是非常的便宜 都可以去買 廣達也是一樣 280元以下 真的都是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再來 飛瓶陣營的代表 聯發科 我也是一直跟大家講 聯發科它一樣是 下半年消費性電子開始復甦 1200元以下 真的都不貴 都可以下去做切入 只是還是要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 要買全職股就不要去 你的期待就不要說什麼 做什麼短線操作 全職股就是讓你去放長 沒有要去做什麼短線操作 所以台積電的鴻海 聯發跟廣達可以賣 你要買就至少放個三個月到半年 你如果說我單純只是要去做個小價差 那就沒有必要去買全職股了 因為說現在大盤是比較震盪 比較震盪的情況之下 全職股它是會有什麼表現空間 它現在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能夠讓你去提前佈局 但是它不會這麼快的 就漲回到它應該有的位置 這部分要特別去做留意 那還有像我上禮拜 一直跟大家講的 當指數出現幾跌 大盤出現幾跌 你說我不知道要買什麼 我擔心風險 但是我又想把握這一次的 超額利潤很簡單 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買 你就去買00919 因為這種高股息系列的ETF 它的邏輯就是這樣 大家看中的是它的配息 配股跟配息 那配息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股價越低 你的殖利率會越高 所以我覺得說 最簡單勝率最高 幾乎可以說是百分之百勝率的 就是919系列的 你說我要放長 放長跌下來 你更該買 那我沒有要放長 跌下來 我只是注重風險 跌下來你也可以買 就是說 越跌越買 第一你可以賺到 再更高的殖利率 第二你還可以順便賺到 資本利得 價差這部分 所以像是 919 929 939 這些 940 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因為這種就是 你可以賺殖利率 又可以賺到價差的標的 其他的一些中小型股 以中小型股來講的話 其實像是說 整個水冷系列的 它的位階都很低 像齊鴻 齊鴻今天再下來 可能又跌破500元了 跌破500元 這一定就是一個很便宜的買點 這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就是一個趨勢產業 預估本益比已經被壓到 可能說20倍都不到了 這真的是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雙鴻齊鴻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逢低提前去做佈局 沒有 位階目前都是相當的低 再來包含說 其實說我跟大家說 在這種盤面上就是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當成交量比較不足 當大盤比較震盪 反而是所謂的 所謂的 題材股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包含像Apple 3008大力光 3000元以下 它是一個便宜的買點 可以持續下去找一個買點 跟3406的玉金光 也是一樣 或是說我們之前 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6706的惠特 這種環境就很適合 惠特這類型的股票 今年虧損 但是明年確定會轉虧為盈 它就有機會吸引到資金進場 像6706的惠特 或是說6451的訊星 也是一樣 CPU系列的也很適合在現在的盤面 就是說它有題材 但是目前是看不到營收 就是它股線是帶有一點腰股的成分在 這種就很適合 跟3163的波羅威 我覺得這個拉回來也都可以下去做切入 就是說它這種題材股都很適合在當前的盤面 所以總結來講還是要跟大家說 今天開梯不用過度去殺低 因為開梯走高的機率還是比較高 反而要利用這個機會下去做買進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逢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小姐 Environment 理由 你的 理由 文獵 壓鍋 拿小米 拼要 開 resc 水